大家同心午安 大家好 我是高雄酒的酒店王寶毅 我這集我們是35集 前面34集 我也是說這個題目 但是今天 我也是說這個題目 但是內容有實習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剛好 有日本人來 那這個題目就是說 如何提升政治素養 我是說要先 還沒說這個題目以前 我先來說 這邊日本人來我們台灣 在這個活動裡面 要怎麼來看出 我們的政治素養要怎麼來培用 這邊 日本有四個人來 他們是由七月二三 到七月二八 就是今天早上走 他們二三好到二五好 就是在我們北部 湯這大家活動 二十五好他就坐在高雄 我們就去跟他接了 接的時候 因為是早上差不多 十點半就夠了 所以時間太多 所以我們的中島一定是在外面這裡 但是 我今天要跟你們說這個 交代外賓 要怎麼培用這個政治素養 我說這個過程給你們聽 以後你們也是有機會 要這個接待外賓 所以我先說給你們聽 他的外賓來的時候 這邊有四個嘛 第一個就是哈馬大桑 哈馬大桑他是 他是日本禁衛隊 我們現在說自衛隊就是禁衛隊 靠近的禁 那個禁衛隊 他是海軍的後勤部級的少將 他是 雖然是退休了 但是他現在 在這個 日本禁衛隊 跟美國方面他們在活動 所以他的工作不停 只是說退休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禁衛隊他們的空軍的少將 他的飛行時數 很厲害 在日本就是最好的 他十七年前 他飛行就拿下來 他就開始教他們 日本的禁衛隊 訓練這個飛行 他說飛行官的教練的 這個訓練 另外有一個比較會的那個 他就是哈達克亞馬桑 他本身是做化妝品的 化妝品的管理 我說這三個 他們本來就是同學 這邊就是哈馬大桑 邀請他們來 另外還有一個女孩子 他就是那個什麼 他三個 他是我們日本天皇 皇后的 從小巷到大巷的同學 所以那個關係很緊 在日本公內聽 他跟外面扮演的角色 很密切 因為他說他是 類似像 微服初巡 所以他這邊來 我們台灣 本來 他是不要來 因為他過去 沒有聽過我們台灣民政府 是因為哈馬大桑 跟這個 他的空軍少將 大家跟他要請 來 他們 日本人是要怎樣 不來以前 對我們的感覺都沒有 就是人 那個記憶都是人 就是說 你就算 你在日本跟他們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怎樣又怎樣 他們是想像而已 他沒看到對不對 但是他來 我們中部三天的交代 又回到南部三天的交代 他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交代外 外賓上 怎麼掌握他的資訊 比如說他是 怎麼背景的 怎麼了解 這個是政治素養 你想要背用的 對方什麼資訊 你都要知道 他們現在四月來了 因為年會都很大 都七十幾八十了 所以定義說 你這個年會比較高的時候 要怎麼交代 交通方面你要注意 因為你也不能開得太快 你的車也不能太小 因為會坐得太多 所以我就拖路說 車給他比較大 然後你在開的時候 車不能太快 因為他們沒辦法說 一遍坐兩點鐘都不停 你也要拖路他們的過程中 上廁所 但是現在在外面上廁所 我有一點就沒辦法克服說 我們台灣外面有的廁所 不太乾淨 但是在日本 不是 日本你 不管你去到哪一個角落 它的廁所就是乾淨 所以我都盡量找廁所 比較乾淨的地方去停 這也很重要 再來 你車上一定要準備衛生紙 還有礦泉水 補給水分 然後 日本人 他們 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的鞋子很貴 他的一件鞋子 可以 算台幣兩千三千 一件喔 一件就兩千三千 所以他來台灣看到鞋子 一件覺得很俗 你一件應該不用到一百塊 他們的感覺很俗 所以在我們的行進當中 有7分對不對 7分有賣一種芒果冰棒 我就去買芒果冰棒給他們吃 那有芒果的味道 他們就吃得很高興 過程中我就給他們吃芒果冰棒 就這樣一直走走 因為我是跟他們帶去恆春半島 因為墾丁有海岸線嘛 他基本人他們很愛看海岸沙灘 有山有水這樣 所以我就帶他去那裡 去的時候就要到那裡 我們就去厚秘府吃海鮮 厚秘府他的特色就是說 他的生紙米 一半 那麼大半 這樣比較200塊 對 很便宜 他享受的這樣 我叫第一半的時候 他問我多少錢 說200塊 他們都不相信 一半就快吃了對不對 我就叫一半 他們就覺得說 你們台灣人吃的太享受了 一半吃了再吃一半 因為一半在日本是很貴的 所以我再叫兩半 然後吉他也是海產 吉他有吉他的種類這樣 所以他們在吃的時候 我感覺說 我滿足他吃 他們吃得很享受 就說 怎麼吃 我感覺說 這個放鬆 這個感覺很好 所以你吃方面是很重要 因為他出外 他就吃得很高興 然後 因為一般我們 如果招待外賓 都是高級飯店 高級餐廳 那他們就吃得太多了 所以去南部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招待那個 我都是去吃我們台灣比較道地的 譬如說老闆 一般的人可以去吃的 他們沒辦法找 我就去讓他們吃那個 現在因為那個海 那個是漁港 漁港裡面 你那一條路去面 兩邊都是海鮮店 很多間 很多間 然後我們第一天就吃這間 這間也是很多人 他每一個桌子都坐得抹抹抹抹 然後外面還排隊 你就吃的人 覺得整間都是人 你那麼多人 他也是在排隊 日本人就說 我們台灣經濟非常好 連吃海鮮 那麼多人 還要排隊 他都很羨慕 你們台灣的經濟比我更好 我就讓他去看吃 現在吃了就很高興 現在出來之後 他吃得很飽 所以要運動一下 我就說 不然我們現在來去 另外一個地方走一走 我有在意 有沙灘的地方 他們很愛看這個沙灘跟這個海 那天剛好 海浪打得很高 那個景色很漂亮就對了 他們看到說 喔 台灣真的是寶島 真的很享受 我就說 對啊 我們這裡的海邊都是這樣 再來 恆春半島的想南端 會比較巴士海峽 一邊太平洋 一邊是大西洋 你可以在一個角落 同時看到三個洋 我就把他帶在那裡 他就很高興說 他站在歷史的一刻 三個洋 就把他改水 為什麼有這個 人家還帶去那個燈塔 我們沒有一個燈塔 走進去 那時候剛才在要防昏 有日落在下 下到一半的時候 他說 不然我們等15分 看他下來的感覺 我剛才被他們倒進去 那些都草坪 他們都倒著 780歲都倒著 倒著 然後就看那個星空 看日落 看他下來 那個天空的顏色 就一直變化 紅色這樣 一直一直下來 那個蛤蟆大桑 就一直拍 他的照相機一直拍 拍那個顏色的變化 然後 因為他很高興 就叫我們倒的 再坐起來 因為我們的背後還拍 他說 你可以躲到這個是什麼嗎 比如說這麼多視野 這麼多視野 他為後面拍 他說 我要拍回去日本 讓人來 他就說這是什麼 所以他背後去拍 很多腳 他就當導演 就說 今天我們轉過 很多姿勢就對了 他就很高興 他70幾歲 他就一直說 我這一趟來真的不屈死心 我就很高興 在那裡 還現場有那種 流動攤販在買東西 他也去拍 陌生人 穿那衣服比較奇怪 他也去拍 他就是 反正就是盡量拍 拍到很高興 那時候 要到6點 就天比較暗 對 稍後 他說 我們再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后我们就为 那个鹅兰比那里走一走 走那风吹沙 他那个风吹沙是什么呢 风很大 那个沙里 这个四方这样黑白吹 然后他会吹来到一个地方 然后他会形成一个山堆 那个沙很奇怪 他不会堆在那里 他就是吹一吹来堆在这里 就是那个沙堆永远在那里 他也不会少也不会多 都是吹来的 他那个沙很幼 比沙滩的沙更幼 很细 有的人说要做纪念品 就把它拥起来包一包回来 所以那里的沙永远不会少 他没看到这个 他很欢迎一直拍 因为 因为那个船帆石 还有这个风吹沙 整条路这样下去 很多拍电影的人 都会去那里拍 因为那整条路都没车 你也可以一直拍一直拍 感觉说那很长的 很漂亮 他也是就是这样拍 旁边有草原有山 还有那碑 还有什么 很多 他就说台湾都是这样吗 因为我是去带他最好的地方 他就说台湾都是这样吗 我大概风景区都这样 他就很享受那个感觉 他就说这一趟的考察 真的很高兴 现在就一直走 一直塞到那个 满 他的钢口有一个所在 有一个吊桥 那吊桥 跟他长 钢口 村 他这个钓桥 横跨这个 会靠一个河 大河 他这个大河 他就是算这个河川 然后去到那里 有一堆沙 看过这个沙过去 就是海 所以你可以同时看到 河跟海 人家说这个河这边的鱼 是 吸水的鱼 过那个海 那就是 海的鱼 就不一样 就是一线之隔 那个沙 那个很奇怪 你那个沙 除非他要台风 或大雨 他才会冲散 要不然他永远 一条沙在那里 他就是没冲散 然后 因为你相隔的所在 又有河水又有海水 所以那条桂 很奇怪 你任何人去钓鱼都很好钓 他有鱼 还有蝎 还有小螃蟹 我看那里 就是他们在钓鱼的工具 很简单的 然后他们还有用那个网子 你下去捞 放着 大概半小时就有了 就是那条鱼的鱼 不知道有哪里来的 反正就是 很多就对了 台湾目前要找到这样 可能也很少了 所以他那条鱼的鱼 的肉质就是很有弹性 所以当地的人 我看恒春半岛的人 他们不用工作也可以过火 他们就是那条鱼 河海 不然就山去搬什么火 或是说那些很多鱼钞 对不对 他们就去搬鱼钞 所以他当地的一个民情 就是说 他是利用天然资源来过生活 我相信在台湾较古早的时候 也是这样 在那条鱼你就能看出来 有这条鱼 他基本人他看到说 那很奇怪 怎么这个河这个海 还比较过的时候就是冲浪 他那条鱼就是说 全台湾的冲浪比赛 差不多都会去那条鱼 所以他冲浪的地形 他那个沙很奇怪 他把贝壳 拢起来 贝壳、石头也是很奇怪 他那个石头造型很多 很多人去那里买的 买来他就在那里卫桌 石头上面能卫桌 有的人就拿去买 他如果是艺术家 他就是卫卫拿去买 所以 那个什么 那个三奴赛 因为他是儿童教育家 他就去买这些石头 还要当买卫桌 回去送人 所以他看台湾 其实石头 石头它是 你那里用的时候 它是很好利用 他就很感激 他就买这些回去 所以我是感觉说 你要去发现 哪一个地方好玩 其实不是说要去很有名的地方 你就是 那个感觉 这是什么种人 你特别为他设计 说起到阶子 他喜欢这样就可以了 不是说一定要去很有名的地方 所以那天他就算要 很高兴 算要英雅雅雅 已经 我们在外面洗 已经洗到七、八点雅雅 晚上因为他都吃很饱 没饿 我说好不然回来 回来吃菜煮的 所以我们有一餐在外面吃 吃好一点 另外一餐就是回去煮 基本人 他们吃清淡 他们的煮饭也清淡 所以我们用的就是 利用台湾的蔬菜 尽量用蔬菜和水果去做 然后那个汤 也是用蔬菜 他们比较不要吃过的东西 水果就是买他们 他们日本比较没吃到的 营饭就是 因为有 像说白天在外面在玩 营饭就是一个座谈会 吃饭的时候就开始说了 因为他们有一天 离安家最可 秘书长有跟他们说我们的法理 后来他们就把他们的仪典 我们就利用营饭在那里讨论 每一个像空军那个 还是说买化妆品 还是说这个 幼稚园的老师 他们都有提出不同的 的问题来问 所以在这里你们有上课 我跟你们说一个秘诀 你们如果要跟他们说 这个法理会听清楚 他们通常都有某些地方 搞分 比如说这是中国 中国人 台湾也有中国人 对不对 他是 people on 台湾 住在台湾的中国人 这不同 你会这样特别解释 还有 people of 台湾 住在台湾 原来本土台湾人 你会说 你会跟他说台湾有两种人就对了 你会跟他说 这个 people on 台湾 他以后 为中国过来 那就是都算 算不是 本土台湾人 那就是中国人对不对 这他们都会搞分 他会感觉说 中国人 你台湾也中国人 还有台湾人 这三种关系 都搞不清楚就对了 所以这三种人 你会说清楚 说比较慢的 然后再来 因为现在有南海问题嘛 南海这有一个西南群岛 还有这个 宜蘭那里有一个钓鱼台 他们叫做尖隔诸岛 这都有石油 现在附近的国家都在争这个 这石油说这是他的 中国说他的 菲律宾说他的 越南 印度 印尼 反正很多 但是美国他说 美日安保条约来说 这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嘛 所以就是说 美国他是没关 什么国家说他 他没在管理 反正就是根据国际法来 所以 在这个国际上 他跟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 虽然你们说 这个钓鱼台是日本的 但是谁谁谁说怎样啊 我就说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依据是 是两个条约嘛 一个马关条约 一个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嘛 你不要离开这两个条约去谈嘛 因为有一些条约 什么台湾关系法啦 什么的都不要去谈嘛 因为那没尊算嘛 那也不正确 所以你就是这两个条约 说得更清楚的 依据这就去谈 我就依据这两个条约去谈 他就会明白 再来 再来 因为那时候是大日本帝国 为这北方四岛啦 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 又琉球台湾澎湖 整个这样形成一个大日本帝国 在他们的旧的宪法里面是这样嘛 但是他们买了 他们有实行新的宪法嘛 新的宪法就不一样嘛 新的宪法 他是说日本国而已嘛 他不是说大日本帝国 所以 这两个条约 他本来说 他也是会搞分啦 搞不清楚 所以你就要把这两个条约 也说清楚啦 他才知道说 大日本帝国是在说什么 现在说一说之后 他都有做笔记哦 因为我发觉他死的 真的这一次很有诚意 就是说 他搜紋的问题 他都有记起来 因为哈马塔桑已经来 这边第二边了嘛 我们去日本又快一遍嘛 所以已经很熟悉了 还有一个 较爱的那个 那时候 在中国神社也快一遍啦 来这里又一遍嘛 刚才另外两个是第一遍嘛 所以他们就都记录记录 那再来这个 这三路桑这个女孩子 他主动跟我讲说 他一定要把这边的这个 感觉 和这个行程 和这个 等他跟皇后说 因为我带他们去一个 墾丁 墾丁游乐中心 他里面有介绍整个恒春半岛的这个影片 我就先带他们去给他看 然后 刚才我也不知道说 那个 他 皇后一个小孙女 他爱那个胶子 鸟类那种东西 因为他里面有买一本 都是鸟类 还有一个光碟片 也是鸟类 我就问他说 你要爱什么 他就 他就不知道 我就说 不然这两个好 这两个包起来 因为他没缓台币 所以我就付 现在回去之后 我就说 我以为是他买 我说 这个送给你好了 他就说 不是啦 我是要买回去送 小孙女 皇后的小孙女 我说 我说 那没多少钱 我就不需要他买 我说 送你啦 你拿回去送的 结果他就说 不行不行 那我一定要写 以你们的名义来写 台湾民政府 那也好 随便你 所以他就依俺的名义 说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他 然后顺便附上 他在俺家所知道的事情 那他这样就是很好嘛 就有达成他这边来的任务 所以 阿哥这刚好 那个东西也送了到 他教他的 所以他就很高兴 那种感觉就是说 好像怎么 你都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所以很相和的 现在 后来我们就出来 现在你那路途 反正每到一站的7 我已经停下来 买那个芒果冰棒 所以他们一天也吃了很多 因为他们很爱吃 买了 我就想说 每天都吃芒果冰棒 又买一个不一样的 我刚才在西门买 那种 红豆粉粿 有这个 他这个芒果冰棒 日本也没有 他吃了 这也很好吃 我就又买那 让他吃 所以他会觉得说 台湾的东西都很好吃 因为我带他去吃 餐的地方 都是我们地区的东西 他会觉得 你台湾太厉害了 他会觉得 好吃 好吃 因为他日本的煮法 都是水煮的 起来温温料 比较清淡 口味变化太多了 所以他就觉得 我们台湾民政府 很懂得怎样安排这些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为谈话说到现在 你讲 我不知道你会可以 提会 当你要招待外宾的时候 你是要依你的意思 来招待 还是依他 依他 依他 很多人在招待外宾 就是说 我跟你说 我说要走这条 就一定要走这条 譬如说外宾说 不然先来那 他会告诉他 那边不好 那边别去 我们走这条 这个就是最忌讳 那不要说 他要自己教他的 方式去做 那一定要他人家的方式去做 他高兴就好嘛 你不要管他 这个地方好不好玩 就是高兴 所以他就很高兴 现在跟鸢鸢 第二天的鸢鸢也是这样 第二天的白天 我还有去一个地方 他那边叫曹音寺 曹音寺就是类似 日本的靖国神社 他那时候 日本有在台湾 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的 战死的 台湾 这也是用一个碑 立碑 那时候有包括 日本的 韩国的 台湾的 都有 他们就把他分开 在那裡 这种 类似这种靖国神社 在日本是 最崇高的地位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败之后 日本天皇 虽然说 世界上 他没有给他 惩罚 但是他对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人承受的 这个 伤害 他感觉很 很痛苦 所以他在日本每一个地方 有这样的地方 他都去做靖国神社 他 他 那时候最大 那时候 那时候 他的内地 墙里面 是 天洪才能去的 一般的人 如果去密拜 是 在外殿而已 不能去到内殿 所以 东京的靖国神社 是 一般的日本人 不能随便去密 因为你如果去密 你要 你要是会员 正会员 或是什么会 或是说你要有一个入场费 就像说这边 我们在说这个 1200的靖国神社 加进这个正式会员 是要怎样的 因为靖国神社有 10万的日本人是会员 是那个靖国神社的会员 那我们 台湾民政府 如果加进这个会员 所以不是 我们就再增加10万的人 我们在日本 要有这个影响力 就是要多 所以是怎么说 所有的学员 都要来赞助这个 就是这样 因为 你如果有这个会员卡 你去日本 你如果去方看 你就是不一样 我们会觉得说 我像你有一个 贵宾卡 那样的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个台湾的所在 某些地方是有这样的 为了他本人 战士那些人 因人 来做的 而且这个地方 我感觉很意外 他差不多方会 差不多十几年了 都没有人去整理 结果 今年 我们有日本的 那个 日本人来这 第二边来有十个 其中有一个 日本超音室 他是在附着 他来 他跟我们说 他想要去那里看 他在日本 知道有这个地方 但是已经放飞掉了 他觉得很难过 一直想要来整理 因为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阵亡的这个引领 他觉得很尊敬 就是一定要 离日本有脑子 他就告诉我们 他们要来看 结果 他们前组一团 一台游览车 差不多二三十个人来 差不多在前两个月而已 去那个地方 曹音室 他们就是派的人 那插帅 又扑扑的 里面有一栋 他有牌位 用的好 那寺庙里 里面都有的 外面还有 还有那个 韩国的碑 日本的碑 台湾的碑 他主那一团 你知道吗 他很讲究 他特别从日本带来什么 他的响 他的响在那里 但是他的响做得更精致 还有他拿什么呢 二十几个都是音乐家 他拿一种吉他差不多那里 全部在那边演奏 我们这个祭拜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演奏 那个小小吉他 我是第一边听 看过这个东西 他的音质 比较高 比吉他高 他就是都这样 他说 他那团就是说 只要有他们日本站完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些人 他们都会巡回 这样去演奏 让他们听 他的意思是说 所以他们那团就来 我感觉说 他们日本人 他的祭祀也很简单 拿着灰和箱而已 再来就是说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这跟政治素养有关 一个国家 你这个概念 很好的时候 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你就是简单大方干净 你就是朝着这样去做就对了 所以 人家说宗教迷信 什么什么种种 其实你宗教你要怎么拜 那是你的诚意 我一束鲜花也是 我一盆很清凉的清水也是 一束香也是 日本人在祭拜就是都这样 那个概念而已 所以我去日本 靖国神社的时候 他就要求干净嘛 所以在祭祀的时候 都要先洗手 他都有一个水的地方 一个折起来 左手洗 右手洗 嘴巴要洗 洗了你可以让祭祀 他们就是讲求干净 所以我在他们的心 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一点就是说 他们随时讲求干净 譬如说你出来也好 你去做什么事情也好 他就是干干净净 或是说那些东西 他绝对没黑白放 而且是归类分类 譬如说他这边来 有很多东西 他这个paper上面 一定是分类说 这个是啥 第一个是啥 第二个是啥 第二个是啥 那些东西出来 他不会一堆 用这些 你要找很坏 找 挑来挑去 他们买 所以他们这个paper的分类 就是 可以说生时间 你如果这样做 你刚才开始 你会觉得辛苦 要分类嘛 但是你分类之后 你在找很快 他们就是这样 像这边我三天出去玩的时候 我感觉 他们就是这样 很有次序 你就是很悠闲的在玩 他也很有次序 就对了 他不会说 譬如说他东西吃东西 这没有垃圾桶 他不会亂 他也是把它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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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垃圾桶的地方 他会去亂 他就养成这个习惯 在日本的时候 我再看到他们一点就是什么 进去洗手间 厕所后的时候 他们洗手 水都打开 你的水如果开得太大 你怎么会噴到 他们马上 旁边就是卫生纸 放在里面就是浸 让第二位再来洗的人 是干净的 他们就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输用过 我也是要让别人 来输用的人 来输用的人 也是清洗的 不说我黑白灯灯的 我管你第二位是谁 所以你在厕所 我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像我们的厕所也这样 尤其女孩子的地方 你如果觉得坐的不方便 你就是用卫生纸把它洗到清洗 然后等你垃圾桶里面 不要黑白灯 等到外面 你千万不要上到 地上都湿湿的 这个不好 因为你没想到 地上去的时候会怎么 所以一定要维持 一个厕所里面的干燥 干燥最重要 所以你不要上到地上都湿湿的 这是你如果去出国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外国都干燥 他绝对里面没有水 这就是说我们的素养 我们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我自己使用完 我也要让别人很干净的使用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他说这针不好 你要把垃圾桶拿起来 等一下 垃圾桶 还是说 这针针 举手之劳 你把它擦一下 下一位要使用的人 觉得很清晰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 说实在 外面就很清晰 再来就说 我们家的四周围 你如果可以说 在你家 不要说太多 然后使 譬如说 我这跟这个女孩子穿紅衣这 最少 你如果可以维持 你家的四周围 你的距离 你都可以用得很清晰 其实每一个人的家 外围就很干净 你不用再 国家再带清洁队来清 也就是你家的四周围 给他弄干净 因为在日本 你有注意看吗 河河河也同样 很小的角落 他也是用得很清晰 尤其是一个人家的四周围 他一定很清晰 他没有垃圾 所以 如果大家的家 你四周围用得清晰就好了 就干净了 所以我这边我们处理在油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好就是 我们的环境 虽然有比以前进步 但是你要跟国际水准来比还是有差 所以我就跟 要求每一个人 你家的四周围给他弄干净 你家四周围弄干净 还是你的厕所用干净 那个就不一样 因为你的座的地方 如果很清晰 你会觉得心情不一样 心情就会舒服 而且你不觉得说 厄宅会想起 因为你如果不干净 你看到你也会想起 对吧 所以你就要让你自己的心情 感到说 看了 很喜欢待在这里 那个感觉 所以如果每一个人 你的家都可以这样 其实就很好 因为 你去日本 你如果去人家做客 你去厅 尤其你去他的便宿 看 哇 很清晰 他的便宿是怎么洗呢 都用手就洗了 他有抹布嘛 譬如说 我就有问他 你不是有那个刷子 刷一刷就好 他说不是啊 我刷了 我还要用布去切 他们的清洁是做到这样 他在他的厕所 我马桶的四周围 他是都一直刷 刷到清洗 让他干 每天都是这样刷 所以你如果去 日本人的厨做客 你就是会感觉这样 所以你就会感觉很舒服 对吧 所以无形中 他日本人的素质 他就是感觉这样就正常 都是要这样做就是正常 所以我们就是 台湾 你要提高你的文化 你的素质 你就是先为自己的厨做客 自然你会感觉那不一样 你做看看 看这样做到不这样做 你担起来是什么感觉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你在处理事情的不一样 那是一种 逐渐是隐藏式的教育 你可能短期间你自己不感觉 譬如说 你只要把它用到清洗的 怎样 你不感觉 但是你把它做一九月之后 你再来等到垃圾 你就觉得不一样了 所以干净跟不干净 你要去做比较 你可以由你家开始做 对一个地方先把它用到很清洗的 譬如客厅 用到很清洗的 然后你的房间乱七八糟 你把它用一勾的看看 你一定喜欢坐在客厅 你就更不要离房间 是怎样离这些先进国家 它都是这样的 像美国也这样 欧洲也这样 日本 不要逼落后国家 当然逼我们台湾比较差的也有 不要逼 你逼比较好的时候 你住起来舒服度就是不一样 无形中你就可以把我们台湾空气 因为你就 你就不会黑白色 你垃圾你不会黑白色 你还在你的铁工厂 有的没有的 就是集中管理 重工业就是你一边 你不要说重工业、清工业、住家 全部弄在一起 像台北有很多地方 台北线很多地方 你知道吗 都是那些像住家 又做工厂 又做什么 做什么一堆 然后声音很大 房子很大 反正就是 又是住家又是工厂 所以我们台湾 很多重工业伤害 你的身体 因为它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买了 有工业区 工业区就是要把工厂都移 所以我们要知道 规划是很重要 所以你的政治素养 第一 你先规划 懂得规划 你懂得规划 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很舒服 你会觉得 你突然变聪明了 你知道你的事情是一步一步做的 你不会觉得 我一堆事情 我一堆做之后 很多人 台湾人 很多人说 我很不容易 我这事情做不之后 你如果恰恰 听到人在说 我很不容易 这事情做不之后 那些人一定是没有规划 他也没有重要次序的分别 所以长 那些什么 那些 那些 那些女孩子 那些空军 那些 那些什么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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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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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 那我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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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空军少将就跟他说 他太太都抱怨他说 那退休了 那还没用 那 因为他都去把 某些团体需要帮助的 他也是去做 就是类似顾问 他说 忙碌让我觉得年轻 因为他每天有工作在做 他的生活的规律 虽然很忙碌 但是他是 step by step 这样一步一步做的 不是说 我很忙碌到 三餐都没有吃 他也不是这样 他就是很规律的这样做的 那些女孩子也是这样 所以是怎样 那些女孩子已经80岁了 你看他出来 结果他很忙碌 他日本国外这样走来走去 都在抵工内厅在做事情 他说他为什么要那样忙碌 他说忙碌让我觉得年轻 这就是他的生活之道 所以你看 如果你是一个政治家 你虽然很忙碌 但是你是利己利人 你做的工作就是服务大众的 如果你是一个政客 他就是利己而已 你没有利人 你觉得你怎么做得好 所以一些落后国家 他的政治会很乱 我们台湾虽然是面临开发国家 但是我们的政治素养不够 所以你有感觉没有 我们的立法院恰恰在吵架 在打骂 摸杰摸电视出来 就是用这一套 这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治素养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你要改变这种生态 都要从个人起来 因为现在台湾民政府 是一个新的政府买起来 那是怎么有这个机会起来 就是因为过去的政府不好 我们才有机会去推翻 所以你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是重新改造 重新改造 最简单不发成本的 就是个人做起 你个人改变 你就是整个国家改变 你不用再买专家 什么有的不的来治疗 说实在我觉得自己最重要 如果我们没想要改变 你又对专家来的同样 专家说一说的 他回去你也不记得了 所以我觉得说 人家在说一句话 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 你就是专家 你要成为专家就是这样 所以就说像这个法例 你如果要改后说 你每天听着听着 你把它看 你还练习一直说 跟人家说 你绝对是很厉害的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 你三个月就很厉害的 这不太困难 所以这个政治素养 一定要从小地方改变起 不用说 怎么来学很高深的学问 就不用了 所以 太多 台湾那时候很流行 听说 从国外请什么专家来 要什么专家来 花很多钱 譬如说这一堂课 有的专家 你由外国请来 是100万的 台票100万 有的50万 有的是一堂课两个小时 就是50万 但是公共的 你如果回去 也不一定你都变成专家 所以 但是不是专家不好 专家 你要懂得吸收他的优点 你如果不要吸收他的优点 就没效了 所以 我们先改变自己 你才有法度 知道专家在对 如果我们没有改变自己 就是专家来 你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概念 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 这个政治素养 要从哪里培养起 就是说自己 你先天就有这个条件 还是你培养起来 你就有可能成为领导人才 你就是一个领导者 因为领导者 他的条件 如果你如果没有 是可以培养 对应 你要见识广 比如说 比如说 他现在的 这个台湾民政府来说 国防外交 政治教育 领悟 或者是 很多单位 你不可能都涉略 但是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见识广呢 电视你也接触 电视你也接触 报纸你也接触 杂志 还是听人家在讲 这个要广 广泛去听 但是你是知道就可以 听得懂就可以 你不一定就是去做专家嘛 比如人家在讲 你知道有这个事情 这是怎么怎么 你要涉略广 这是一个领导者 他一定要具备 你如果没有见识广 人家跟你说 比如说人家跟你说 教育要怎么 你也不知道这是这样 所以 你们在看 在接触课外读物 那是增广建文 那是增加你的知识 这是一定要 不管是 什么资料你都可以看 当然资料也有不好的啦 你就是要见识广 你更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嘛 你没有见识广 你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啊 所以见识广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说 你要有果断力 比如说这个事情 要怎么做 你一定要在改叠时间 决定说我要不要做 因为 你如果拖泥带水 有可能会伤害这个事情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果断力要强 你就去决定 第三你要有责任感 比如说你已经决定了 这个事情要这样做了 结果你是不对的 要怎样 你要承担一切的责任 一切的错误啦 因为这是你判断了要这样做的嘛 所以当你如果在判断要这样做的时候 你要先考虑说 我承担得起嘛 这要稍微考虑一下 当然 这一定有风险嘛 但是你不能说有风险 我就不要把它决定好了 人家说少做少错啦 多做多错嘛 你就说我干脆不要做了 但是你如果干脆不要做 是更失败啦 就是说你这世人 你永远没法学到说这个经验 所以我们才说你年轻的时候错没关系 你不要把你的错留到七八十岁啦 你宁愿在前面啦 所以就是说这个责任和这个果断 这是相关联的 你决定你就要承担 但是你不要说 那我不要决定好了 那是错误更多啦 因为人你不可能你这一身走完 就是一个空白 你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 对不 这是不好的嘛 再来就是说你要有很有坚强的毅力 比如说那个空军少将啦 他在开始飞行的时候喔 你要承受 他那是三百六十度的 那你转 他在飞行啦喔 那你一直转的呢 那你如果会头晕的 或是聚高症的 你就没办法做了 那他开始的时候 他会痕运的那个体验嘛 那你的头脑的平衡感嘛 那起来的时候 他刚才起来的时候 半小时很难受 几乎没有办法承受啦 他说他那时候就是要刻毅力啦 我要不要继续 结果他就说啊 不管他 他就是闭着眼睛 一直拍啦 一直拍拍 他说拍到有一天的时候 他突然间觉得 没有感觉 所以飞行员喔 你就是要拍到你都没感觉了 所以飞行官喔 比海军还要困难 他要承受在这高空中的那种压力喔 还有这个压力很大啦 所以你看喔 飞行官通常没有胖的啦 都比较散 他们就是要训练那个体格嘛 所以我说坚强的毅力是一个领导者喔 最重要的 因为你很多困难的 你要怎么去克服 你如果没有这个毅力喔 你可能是做头情就放弃了 譬如说 今天来说啦 如果说今天 你明天要考试啦 你今天还没准备好喔 你再看资料 结果你很爱睡的啊 想说啊算啊算啊 不要看来睡的啦 有可能你就是 那你明天就考不好了嘛 但是你如果克服这个困难说 不行 我一定要他看完 明天要考试 你明天要考 你克服那个困难度 你继续他看了 有可能你考很好啊 所以这个坚强的毅力喔 是 是 你一个领导者的特质啦 你如果看一个人喔 其他不要说啦 你看这个人 有这个坚强的毅力吗 如果他如果有喔 通常他会是一个老板啦 因为喔 坚强的毅力 除了天生以外 过来就是训练 你的训练要很多年 因为你要 遇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失败 你那个坚强的毅力才会出来 面临这个生死观也 也同样 像那时候秘书长 他去中国 开世间 结果 都让人没收 啊 头早出来禁门 对不 啊他到禁门的时候 肚子都地雷 他也不能地雷 你黑白走 可能就百十四了 啊 结果他到那个禁门的时候 喔 他是想说 哇 你要怎样 到底是要走 别走 你黑白走 可能就地雷 所以买了 他就想说 如果能让我活着回台湾 我就要为台湾人做一点事 这就是说面临生死观啦 面临生死观 他个人的毅力就造出来 看你是要放弃还是前进 就是旁边啊 所以 如果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观的人 你的人生就是会改变 所以这些领导者很重要 一个 一个项目嘛 所以 我说那些 我感觉 最简单的就是说 这些 我以前说这些条件 你如果感觉说更困难 你就要先了解说 你要什么 你追求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基本需求 我们人的基本需求是十一住行嘛 你一定要满足你的十一住行 你才能来讲求说我要怎样嘛 这是最基本的 过来次要的就是说 预乐 十一住行 再来预乐 预就是说你要去活动 你有钱之后你才会想到说我要去活动 啊乐我要去玩乐 对不 你才会去想到这些 你如果十一住行都没法满足的时候 你一定没法到预乐嘛 如果你如果十一住行预乐都满足啊 最后你追求的是什么 就是说自我满足 我要有成就感嘛 譬如说我三个都有啊 我要干嘛 我一定要做一个事情 让我感觉有成就感的嘛 所以 你的人生你比较不像白过 像有的人喔 我有看到很多人 他家有钱啦 他不用做工作也可以喔 他一天过一天 譬如说我可以吃完 过去要做什么 好出去找朋友聊天 中午回来吃饭 会到还出去找人家泡茶 下午茶 了了 又回来 晚上怎样呢 找人家下棋 如果他不用贪钱嘛 他的生活很悠闲嘛 每天都要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你每天做这样的工作 你会跟他 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有认识一个人喔 他本来住在巴西 他有钱 他在那里开很多饭店喔 结果因为赌的关系喔 全部失败 就赔掉了 赔掉他就回来台湾 回来台湾喔 那时候已经六十月了 因为他们家有钱嘛 因为爸爸妈妈说 算了算了 你回来喔 你也不要工作 你待在家里 我一个月给你五万块 一般的人说 你借好命 借好贵嘛 一九月 不用我们还有五万 结果他很痛苦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 店里 都在饭店里面嘛 他每天就来饭店 他五星级饭店 你吹冷气吃东西都很舒服嘛 他就每天来 坐下来 今天买这个 明天再买那 反正他没什么事好 来就是买东西 做着聊天泡茶 我们就跟他问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啦 他说 没有我没有工作啊 没有工作 他还可以花多少钱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 那你的财务怎么来啦 他说 我不用啦 因为我家 我不用做什么 就五万块啦 但是他说 我很不快乐啦 你这样比人家好命 怎么会不快乐 他说你想看 我这个人 每天就是这样 坐在这里 公园泡茶 好像这个生命 没有使用的价值啦 他觉得说 他那个人很没意义的啊 不知道在过什么生活的啦 他说 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 让他觉得快乐的啦 要不然我就听他说一说 我就知道说 他需要成就感啦 因为他没有做到一项事情 让他觉得说 他自己很有用的 他就是没有做到那一项 要不然我就跟他说 那你 你可不可以去帮助别人 因为你没有欠什么嘛 他就说 帮助谁 有些老人家行动不便 你会可以帮他吃饭啊 或是说 有的那孩子 孤儿愿啥 需要一些人去 去帮他们赞助啦 或是说 帮他们一些活动的啊 我说 你可以跑这两个地方啊 刚才开始 因为他已经懒惰习惯了 不要动啦 他说 那个好吗 那个我看也不太好 老人嘛脾气太大 小孩子我不会照顾 我就跟他说 那你人生有什么意义啊 这也不可以做 那也不可以做 你不就一天 到不坐在这里就好了 单死啊 我跟他说死这久 我感觉他的脸色大变了 就都没说话喔 我说啊啊怎样 我说错话了 他说不是 你说到我心坎里啦 他说喔 他也感觉他想要单死啦 我说啊既然这样喔 不然这样啦 我 我给你介绍 我就带他去队队 我说那 孤儿院那儿喔 因为现在人 很欠钱耶 需要人家乐捐 还有喔 需要礼拜天喔 有人去陪他们玩乐啊 我就带他去那儿啦 那去的时候喔 他人就很高兴的嘛 你要那人乐捐人很高兴的 人家就讲很多好话给他听 他就听得很高兴的 还有那儿的孩子都叫他 叔叔怎样怎样怎样 他觉得说他受到重视 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在那儿点多兴的时候 他都没说要走啦 要两点兴的时候 我说啊我们要不要离开了 他说啊不用啦 要不然你先走好了啦 就是说 他已经有那个感觉啦 就是说 他被尊重 他被需要的那个感觉啦 因为你一个人喔 你如果做的事情 都是被人家感觉需要的 你会觉得很快乐 所以人为什么要付出 就是说你感觉 你是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你帮助这个事情可以起来 你会觉得你完成一件事 去的感觉就不一样啦 所以一个真正的领导人才喔 他是要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觉得我做出去 对众人有意 他就会去做啦 这就是说 单纯化 这样想一项事情 要单纯化 不要把它想到复杂去 就说有的人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个就是说喔 为了众人的事喔 是没有 是不需要去解释的啦 不用去解释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啦 你就是去做就对啦 有的人不是这样喔 有的人就是会说 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 理由很多 但是这种人 他就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别人啦 他是要让大家知道 他要去做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件事一定要让很多人知道 他们的出发点是要的啦 你如果说做一件好事 还要让很多人知道 那你就是在先完成 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啦 让大家先知道 喔 我在做啦 至于他有没有做 那是其次的问题啦 就变啊 所以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就是说他要民立 让人知道 他要民他要立 但是后面有没有做 没关系 所以是怎样我们的政治 我们台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下的政治 的失败就是这样 你不觉得他们的保证在写 都很厉害 尤其选举的政见 很厉害的 写一堆 那保证怎么写也都写一堆 但是 等他选完 你给他看有没有做到 对吧 所以很多人做好事 是要民跟立而已 不是真的去做 所以你说 真的去做的人 他是不需要考虑民跟立 他就会去做 所以 是怎样新加坡 他那一世的国家 李光耀这个 他那一阵先生 他是怎样有法度 把新加坡治理到那好呢 因为他了解到人性的弱点 他们的法论也很简单 他们有鞭刑 所以他们犯罪都鞭刑 对吧 所以 他们的犯罪率很低 所以秘书长不是说 台湾民政府未来法律 都要两条而已 一个鞭刑 一个枪壁 你如果贪污 你就是枪壁 你如果犯罪 你就是鞭刑 这个不用审判 就两条而已 所以你就不用说 监狱一大堆 法院一大堆 啥都一大堆 新加坡 他扎棋的时候 他实行啥 譬如你吃口香糖 你不能厚 扔掉肚子 扔掉你要罚款 所以 新加坡的干净就是这样 他随时随地 只要警察看到你有丢东西或什么 就罚钱 他们就是用这样来约束这个人的习惯 那台湾不是 台湾我们譬如说 你如果违规 可能有关缩 或是说 你有食材 你有关系 你去游说一下 可能就是没去 所以他把人民的这个政治的素质 都用败去了 他不让人民知道说 啥是该做啥不该做 就是变成说 你有权利就可以改变一切 这是 不开发的国家是这样 你想那时候印度 尼泊尔 或是一些 一些辣后 那种 南非有一些小国家 非洲 非洲有一些小国家 还有什么 有一个国家叫布丹 食金 你知道吗 布丹这个国家 他是 不喜欢他的人民 到国外去旅游的 他也不喜欢国外的人进去旅游 所以外面的人买去布丹 你要挟税 要挟税 要挟税才能进去 那税很高 所以他不单是国王制 就是帝王制 那也是世事 但是他们是母系社会 所以他们就是 一个更封闭的国家 他谢绝外面进去 里面出来他都不要 所以他那些税金很重 但是 他那个国家你看起来 虽然他没有让他人民接触外界 但是他就是 并就比较专制 他的政治的结构也比较专制 因为他不要改变嘛 他就是说 这个国王怎么想 他的国家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国家 他不会富有也不会强都不会 他变样更落后 但是他就是一种 传统以前的帝王制的 其中一种 所以现在有很多非洲 或比较落后的一个小国家 他们都是封闭的 封闭起来 他不要让人接触 因为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 所以你一定有贸易 你一定要国外有贸易 所以这个经济 政治经济结构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一个国家的政治 如果要好 你的经济一定要好 因为你有钱 你还要做什么 所以政治经济 它是相关联的 你譬如说 现在我们日本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 我们第二批有日本人来 他们想要跟台湾民政府做生理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底下 我们就有设立一个 未来 一个部门 因为他本人 他教他的农业 譬如说水果啦 蔬菜 这他们教他的 所以 他们已经有来过一遍了 如果说你们现场 你们有人做做的 你去看看 看有人做做的 你们做什么 你们做什么 还有没有 任务他也教他 因为日本没有 他现在有几种方式 你们可以做 譬如说你的面积不太大 你可以去结合 结合起来 你统筹来 来看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因为日本 他的土地 不是一年四季可以做的 我们台湾是一年四季嘛 所以他们很教他 像这边死的日本人来 他看到外面的植物 都是绿色的 冬天来也是绿色的 所以他就不可以说 你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做 我说对啊 所以 日本很喜欢我们的农业 所以我们 要走这个精致农业化 虽然说现在中国 有很多 他也有很多外销农产品 对吧 但是很多先进国家都不太敢买 他如果要买更好的 一定是跟台湾买 如果要买很少的 就是跟中国买 所以现在就是说有一个情形 台湾民政府 也要帮助我们的学员 可以赚到钱 所以你们可以这样的规划 你没有政策的 你也可以邀请有政策的 你们统筹规划说 要怎么做 民政府会给你介绍 基本 商业团体来的时候 可以叫你们来 可以来说的 民政府是站在辅导的地位 他是没要贪钱的 他是说 让我们的人民 能贪到钱 当然国家就好 这是第一步 我们跟日本的政治的合作 所以现在是有时间 你们可以去规划 我要做什么 什么水果 什么蔬菜 什么都可以 还是说你加工的 比如说你的水果是加工的 那他也会教他 因为他加工后 搭搭对吧 他这个期限可以放更久 这在日本也会畅销 所以 蛤 蛤 对 芒果干他很加工 農圆干他也加工 孙瓜他也很加工 因为台湾的孙瓜 是怎么有一点不好呢 那时候中央民国政府 叫我们用什么 泡的什么 比这颜色很漂亮 但是更黄色 那个东西 日本人是没有的 减资不过嘛 所以已经过来年 台湾没消孙瓜去 但是他有在跟我们说 说 他们很加孙瓜 他们去本部嘛 所以 你如果有 种这个栋子 你们可以朝这个做 因为孙瓜的量很大 他就更不败了 你如果产量不够 你也可以去找啊 找来大家做 我感觉这是未来台湾 一条路很好走 因为你不只削日本嘛 很多全世界各国 他们的农业不供 中国虽然土地很大 但是他就是做的比较没有良心嘛 所以很多人不需要他买了 台湾现在一直重视这个卫生 各方面一直在做嘛 所以外国人他们知道 其实买这个农业要把台湾买 因为外国都有这个认知啦 所以我是会建议大家说 你如果有这方面的 你因为现在就可以规划 因为现在是八月嘛 你跟年底四个月规划 也许明年他们就再来啊 你这需要时间去规划 你可以那一堆找资料呢 各地的那个县政府 里面你看有那个农业局没有 去找的资料出来 你可以询问 现在就是说我们里面也有一些专家 有机会你不要给他请教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专家是怎样的 现在台湾有很多土地 都农药一大堆对不对 你的土地已经失败了 有的就是一直噴農药 但是 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如何把土地 改善到恢复到古时候 那个没农药的时候 再这样水浸 水浸现在开始嘛 你要如何恢复到 这个水浸在外面可以喝 像日本现在已经做到 你如果在外面 水龙头开起来 你可以喝嘛 他们有做这样 其实台湾也可以做 这是成本和技术的问题 将来我相信我们民政府会做这个 所以 你要全面的改善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要 我现在说到农业 就是为我们自己先做去 你尽量不要用农业 不要用农业这个东西 但是你会跟专家来研究 说我买如何 来做这个事情 这是因为我们台湾改善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一年四季的温度 你通通可以种植 你比如说1月2月3月你社合状什么 他每一个月有不同社合状的东西 这你可以找资料去参考 这是都很好 所以如果说 譬如说你是一个领导人才 你这你也是要罢 不然将来 譬如说你有农业部 你农业部你是要做什么 因为一个国家的这个方针很重要 他要怎么去辅导人民 说这个农业要怎么走 这就是你要管放去设略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说 第一你先为你的刑处开始做 譬如说你的刑处是农业 你的刑处是教育 你的刑处是国防 你先用你的刑处去做 然后你的刑处里面 去产生说 如果我如果是一个领导做 我是要怎么做 这是平常的素养 就要去把他培用 不是说当你做冬的时候才会培用 如果你要等你做得比较多 是太多万 就想说 你不要做成立 你就投资下去 当然失败比较高 所以这是台湾将来一定会 走这个精致农业化 刚刚我在说这个 领导才能的特质里面 我刚刚 背后说一个成就感 我在这里 说一个成就感就是自我满足 我在这里又说一个例子 给你们听 给你们参考 今天我看到一个人 他生他的遗疏 他还不会死 但是他就生下来 他跟他生什么呢 他说第一条 如果我如果死亡的时候 不要把我急救 他在病痛的时候 要死的时候 他说不要把我急救 不要插管 不要什么 不要上去便宜 就是放入房子 让他很自然的 结束这个生命 他说结束后 七天之内赶快把我火化 火化后 他说 我没有不动产 但是我的现金有多少 这个现金就来支付我这个 伤葬费 然后你说我的骨灰后 你把我放在某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他也买好了 他就拿在那裡 他就说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家属的名字都写起来 你通知谁 他就叫这个律师 他写 你通知谁 你就完成了 所以他现在还没死 他就把他的人生规划好了 他就拿给我看 他说你认为怎样 我说如果是我 我也会这样 就是说死亡不可怕 他是按这个人生 走到一个阶段结束而已 你结束自己 安排要去队而已 所以这就是很简单 所以今天这样说 这个政治素养就是 你要很简单 我们去想我们的人生 其实政治你越简单 你才有可能去执行 你如果很複雜的 那都是政客在做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大家要了解 你要培养政治素质 你个人的品德一定要好 德性 那是种德性 如果说他如果想要骗人 还是要把人偷取的东西 他的这个品德没有出来 他看任何事情的标准 就是不标准 这在判断一个人的品德是这样 譬如说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 你不会让他去执行 安静为这样 但是有的人觉得说 没人给他带不要紧 所以就是说 这个价值观在对 这个就是 你要说这样对 他会说这样错 这要怎样来依据呢 完全在个人 你是怎样的人 你就是会做怎样的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说 今天我们来台湾民政务上课 这是第二天 你早听到今天听 你可能没同样的老师说话 你给他做一个整理 因为今天闫门有分组讨论 你给他想想的就说 我这两天来这边听这个 目的是什么 你给他想就好 因为很多人 有的人介绍你来 是说 你来听这才好 还是说 你 我们想说 你这上了 你就可以做官 有一个官位 其实你要懂 懂这个法理 比较重要 我们家人来做官 他会搞不清楚 还是要做对一种官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法理搞清楚了 你就会知道说 你是要做什么 你自己败的位置会比较对 但是我认识想要说这个领导人才 就是说 将来你们大家有可能都是 要站在领导位置 因为我们现在要训练四千的人 四千的人 现在比较两千多 所以你们都是包括在这四千人里面 所以你就是有可能做领导者 现在我们这上这个初级一般 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基本条件先有 比如这个法理是什么 这些东西是什么 你都给他搞清楚了 你会把自己摆在他说 我要在哪一个位置 你也可以跟你的组长商量 他说 我的专场兴趣 我的经历是做过什么 你也可以跟他讨论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 你爱这样 我想做什么我就讲 不要说你都不要说 别人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这比较不好 你要自我推荐说 我是比较适合做什么 你人有法度跟你说 不然你来做这个好吗 这个是双方的沟通 你会比较好 所以今天晚上的分组讨论 你们一定就是要把自己的感觉说出来 这个不用客气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勇于表达 我到底是要做什么 你要把你的感觉 用你的言语给他说出来 那你的想法要怎样 你才有法度直接说出来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今天 我现在在途中 对不对 我要去台中 你只要想说你是要开车 还是坐公车 还是要搭高铁 这样就好了 你不用想很多很複雜的事情 所以你要从这里 达到那里的目标 你就是要简单化 你不要想到很複雜的 交叉有的不的都不要太想 就是很简单的方法 你就可以做 你才有能够提醒 人要你做什么 再来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的意识很坚强 你也有责任感 你也有果断力 你如果见识很康 这你都具备 其实你只要去做就好了 你就不用怕 因为每一个人 不是说你生出来都会贴 你也是要联系 这是每一个领导者 他一定经过很多的失败 他不可能说 我生出来 你跟我说一说我就会贴 这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想说你做生理人 你一边的投资 譬如说这边2000万 你投资有可能失败 你可能2000万没有 又赔2000万 必4000万 你算是要去承受这个后果 你就要看看你4000万怎么赔 所以你这个果断力 是要这样去看 不是青菜黑白公公的 说好好 这个事情去做 就像说 现在我们都是电脑化系统化 对不对 我教你做一项事情就是要 拿一张招出来 你现在要做这项事情 优点写下来缺点写下来 你要优点胜于缺点 你才去做 你缺点胜过优点 你就不要去做 这是最简单一个判断 第二点就是说 这些条件写下来 你自己做会够 如果你要做不够 不要做 第二种方法嘛 第三种方法就是说 如果你都不会 你有没有办法请专家来帮你做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你不一定 你有钱 你不一定要自己做 你可以做导主 然后请会够做的 来自己做 这也是一种方法 像日本人 你国外就最厉害 都用这个 日本人那时候 你台湾怎么贪钱呢 他 起来好的饭店 他自己是导主而已 他请台湾的总经理 让一些专家在做 那一年 可能贪到六亿 他这开销 付付的 出的算是他贪的 他既轻松 又可以赚到钱 所以 你有钱不一定要自己做 你可以请专家做 你就是 这种导主 有一种就是 你钱不太多 那时候你就必须要懂 你自己要办 你就去做 这也可以 这是两种 但是 日本人 他们去国外 做行李 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说 政府都有给他们辅导 比如说他在美国 差不多 一二十年以前 日本人去美国 投资做行李 很爱他买大楼 比如说 要美院大楼 整栋给他买下来 比如说 这间公司做得好 整栋都买下来 整栋也没关系 他就是买下来 他要买他的 他的拼白 所以在纽约 他买这栋 IBM大楼 他怎么 他一楼到四楼 都没用 他种什么 种植物 像一个公园 他把室内当成一个公园 一楼到四楼 第五楼 以前 比较办公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要提高他员工的士气 他就是 上面上班的人 下班的时候 可以下来 来逛公园 他公园的温度 是控制的 他里面 譬如说 你如果二十多 他那个植物 就是适合二十多的植物 所以你走到那里面 你会觉得 你不觉得在室内 所以日本人 他们做事就是 我要做 我就是要做最好的 所以他们那时候 在国外都投资 哪家公司做最好 就给他买下来 他们都是用的 但是他们都是团体移民 政府在辅导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 就是说 将来台湾民政府 他也是要做这样 所以你如果具备 你自己的条件就好了 这是很重要 所以大家来这儿上课 这儿各行各业 都有对不对 我建议你们要互相聊天 让上去食材 你知道他的专长 他知道你的专长 这样子会比较好 因为将来一个政府 他不是说客个人而已 他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团队就是什么 日本人很重视团队 譬如说一台弃车 你做这个车链 你做这个 你做这个 你做那个 大家把它合起来 一台车很快就出来了 台湾人 比较高 他做什么 一台车都一个人在做 他较不分工的概念 但是 走到现在这个时代 分工更重要 你做头状、你做中、你做后边 后边那个又夹起来 这种做法就比较好 不要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 这样子压力比较大 而且比较沉重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分工的社会 因为现在电脑资讯很发达 我是建议大家 这有没有输用电脑的人押手 你看看 你们有儿子吗 儿子还是孙子 我说现在的孩子在厄太近 如果孩子不是太厉害 我说他也厄太近 你叫他去电脑 他也可以抓出来 因为他有电脑的概念 可能这一代的孩子 天生就有这个概念 你叫他去厄 厄厄的回来给你夹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那你如果说会看 开关 或是说那麦路看什么 你先ck这就好了 很简单 开至关 要看什么 先tMacer 逄一步之后才成功 如果你的这个法属的速度稍慢 我建议你会认识什么 它里面没有游戏对吧 你去玩游戏 练习你这个手 这个法属 比较灵活的 你就去玩游戏 游戏有趣味化嘛 你就会喜欢 你每天去摸 这个电脑你就摸 从游戏入手 等你这个 这再灵活之后 其他人给你加什么加什么 你就要操作 这是一个技巧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电脑要用 你都没用也没关 你慢慢摸摸 三个月一定会用 所以民政府里面因为医疗都用这个什么 Email Skype 这个我们所有的资讯跟你的联系 都是在电脑 如果你如果没用 哇 你就不知道 这要怎么 因为将来你不可能都走来这 我们的人分布全台湾各地都有 我们都是用电脑 用这个Email还是简讯 所以你一定要认识这个 这你刚才开始听到感觉困难 但是不要紧 你家的人会先给你加 慢慢慢慢接触 你有这个概念了 你就会 因为这个电脑 他发明这个电脑是要做什么 是要帮助我们人 做不到的地方 不是你被他用 是你要用他 你就要帮他使用 你这个电脑 比较有意义 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今天我 公告这 你们大家有什么问题 要问的 可以问 有什么问题 嗯 那跟不关系 你现在先 那个操作嘛 譬如说 你叫人给你加 这个操作 是要怎么开 你现在是说打字 当然 现在你如果要寫中文 是保普摩佛嘛 英文就是 字母嘛 你如果要日文 你就专去日文啊 你如果要听中文 你一定要用保普摩佛 你是说有的人不要保普摩佛呢 你是说有的人不要保普摩佛呢 你希望的那种保普摩佛 有这些好办 你用这些保普摩佛呢 我跟你说 医疗这个电脑就会改啊 譬如说我们台湾民间府起来之后 我们的系统不一样 当然电脑系统就不一样 我们医疗就不会用这个保普摩佛啊 比如说我们医疗可能会用罗马拼音嘛 他出来电脑可能就是罗马拼音啦 我们会开课架嘛 就像说未来 我们不需要用这个 我们医疗我们不需要寫这个北京意 对不对 我们可能官方语言是什么呢 英文 日文 再来就是说我们的台语 台语文 我们的蒋教授 告诉他们 他是教育大臣嘛 他会用嘛 所以将来这些可能就是用罗马拼音嘛 你告诉我们就要课罗马拼音啦 就变了嘛 这因为这个教育体制都不一样 我们就是更要课 但是你放心啦 新加坡马来西亚 也是说一大堆语言啦 他也是课得起来 所以这是你接触的 我们说你今天不要说日文对不对 给你放日本一年 你一定会说的 那是环境的接触而已 所以 你现在是还没改 所以你就用这个 我们改你就是课那些新的 电脑是一个工具而已啦 他不是说 他不是要操控你 是你要操控他 这样 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 你不要把电脑想着 太困难 买 你如果想看那些孩子 七八月就会了 不要想过困难啦 还有 因为我们时间也要够了 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